就是说他真的一家还大为二 他提供出了新的面向 那这个我自己也是当初 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们的新家究竟在哪儿 在遥远的地方 谈了我们的情邮派 六块六百万和两块地板的家里 那里有我们的地方吗 你我都有 来快快放好裙子 好好做我身后 婚礼客人正在等待 房间的门已然敞开 你明明的时候 你看着谱派似 音乐在你的脑筋里面 已经来人成一题了 说老实话 我在开始说对鼓鼎乐 真的是撬得通 其实后来就是因为 跳过了这个坑以后 就有一点真的觉得 不但是拓开了我自己 对音乐的这么一点点下的尝试 我突然觉得说 哇这个才是最美丽的音乐 而且我就觉得非常地 amazed 就是 就在一个钢琴里面 可以 可以说一个这么好听的故事 甚至有时候 坐在那天的时候 我觉得 我甚至会看到很多画面 对 画面 那这个东西是 尤其是我们这家拍电影的人 就会非常感动 他们 策划上西 或策划上东 穿过青山 给河树床 他们策划上西 因为策划上东 是他们就是 所以从他们向前 有个调梁 好 亲爱的 今天不会害怕 你们能够合起点亮 哇哈哈 王林在这 是国王的飞踪啊 好 天心 你害怕的是王林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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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们休息吧 我需要 多少时间转换channel 就是按一下 一 第一手 二 第二手 我只要脑子里 一想到 他的音乐 我就换 我就换 不是只有你的 muscle 已经 听到那个 记忆 你的这个 也 听到记忆 对 其实就是 当我看到 那个字 那些字给我的感受 跟他的音乐 一直在我脑子里 出现的时候 我就会出现 自己脑子就会出现画面 其实文化牌蛮需要的 因为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 像这样子的 有时候快速的念 或者是因为 很多不同的心情的转变 我必须要让自己 非常地集中 非常地专心 所以 我本来以为 我可以带着 这次来演出 我可以带着剧本 可以写别的东西 或者看书 我发觉完全没有办法做到 这几天我就必须 就是 完全是为了 这个演出 然后 我的 muscle memory 我的肌肉的记忆 一定要保持 我的肌肉的记忆 一定要保持 烫一回 如旋风般 自胸有脸 醋有追神 快快快 哦 快快快 冲冲冲啊 夜色浪漫 悠悠荡荡 他们 就是 不要快 可是呢 要清楚 不然 我下来的时候 人口就会跟我讲说 哦 你刚刚 你念错了 哈哈哈哈 这个时候真的是没有人 因为我大概太享受了 我自己人就是有点那种 犯那种脑病了 就是当你 其实真实来讲 就是当你喜爱一个表演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它是非难 你真的是 就是完完全全的就是 开心 然后像这幅表演 我也是觉得开心 我常常会觉得 啊 怎么 上半场是叫完的啊 然后就过了 其实是非常开心 不过稍微实话 像这样子的演出 是需要体力的 是需要休息 需要睡眠好 精神好 体力好 嗓子要保护 需要专注 需要在每个一点 就是所有的声音情感 全部要到的 要非常非常专注 其实是蛮高强度的 在一起 有哪些是首演 有一些当里头说 像《中夏业之文》 我们选的那一段 当年跟恩兽的合作 是乐团的版本 那我们今天是钢琴的版本 可是呢 钢琴的版本 因为钢琴要用十指手指 担任整个乐团的工作 所以非常非常非常的困难 就是很少有音乐会 应该不是很少 几部没有什么音乐会 一开始就放这么困难的曲子 所以就是 每当看到的朋友 就可以现场录读 这个非常非常精彩的演出 那像《骷髅之文》 我想应该是没有人这样做 因为《骷髅之文》 它原来是一种诗 那圣坦白先把它写成一个曲 一个歌曲 那那个诗补成歌曲 当然是很理所当然 然后把歌曲再补成一个交响诗 这也很理所当然 交响诗就是歌曲的演唱 那我们的话 因为有这个诗 所以我们是在演奏 这个交响诗 在改成钢琴版本之前 我们请张杰拉送这一首 非常非常闹的 就是里面的这个情节 也相当好玩的这个诗 然后才有这个钢琴 这个我想绝对应该是 台湾首演 之前应该没有人这样做过 我一直觉得像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去看 其他的流行演唱会 很多时候他们都有这个预告片 然后呢 会有非常多的宣传 然后但是我们的古典音乐 真的就是非常可惜 那所以我也就是希望说 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重新的 对经典的这样的包装 然后让很多 可能根本没有听过 古典音乐的人 他们会走进来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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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